下个星期二起,中医可为所有的病患进行针灸 而拔罐、推拿、刮沙等其他的服务也可以恢复 但只限于出现病痛的患者 由于中医师一次只能为一名病患提供治疗 受访的诊所表示,每天的看诊人数将有所限制 来看记者蔡可涵的报道 除了针灸服务,在全岛拥有22间诊所的这家中医院 也将从6月2号起,为身体不适的病患提供拔罐、推拿、刮沙疗法 需要中医师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 以后才能决定是否需要做 比如缓扭伤、拉伤这一部分可能会考虑 很多家长也在家办公、孩子也在家上课 所以他们的可能地方不够足够 另外坐姿也不是很好 所以腰背、肩膀、酸痛的病人非常的多 诊所表示,以往前来寻求拔罐推拿疗法的病患占一半以上 目前虽接获不少询问电话 但每间诊所将更严格地实施人数限制 每种疗法一天只限约10名病患 同济医院在5月5号恢复针灸服务后 平均一天有超过150名病人寻求针灸治疗 预计下星期二起,求医的人数将增加两三成 但为了安全起见,医院必须限制看诊人数 以前每四个小时我们一位医师可以治疗25个病人 在这个限制下,一位医师只能为8个病人进行治疗 拯救病人也只限于一个星期只能增次一次 医院表示,以往病患能够直接上门看医生 但如今只能通过电话预约 有紧急症状的病人将优先接受治疗 医院的病人